更加矣 外生异性 几灵难免 前面我们修到四体 这两句话很重要 我们修佛 没有显著的效果 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这八个字 自己学这个法门 学了很久 没效果 看到别人这个法门 不错 学学好像挺管用 是不是正管用呢 真的 不是小的 为什么 效果的产生 依旧是自己的信念 对自己原来信的 有怀疑 所以它有障碍 现在我信别人的东西 我没有怀疑 所以自己的信心 跟那一个行本 它相应 是这么成就的 如果我们有对外人那个信心 再回头来信我们自己的 效果更殊胜 为什么不能信自己的 经上说的好 佛说的好 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 又加上自己的烦恼 吸气很重 学了一辈子 没有感应 不知道自己信 这个信心里面 夹杂着有多少妄想 有多少杂念 从妄想杂念里头 又延伸出多重严重的业障 这才是原因的 看到别人稀奇 马上就相信 就接受了 这个妄想杂念 还没加进去 灵啊 真灵啊 如果学个两三年之后的时候 不灵了 为什么不灵呢 你的妄想杂念 加进去了 道理就在此地 就在这个经上 念老说的好啊 外神一心 基灵难免 基灵跟外神 要融合成一体 问题解决 那么我们今天讲信佛 信阿弥陀佛 这心里都有问题 充满了妄想杂念 他怎么会理 如果要知道 阿弥陀佛就是自己 自己的灵性 就是阿弥陀佛的自信 原来是一不是二 死心 他底 一丝毫怀疑 都没有 没有怀疑 从什么地方看 那就是 念佛的时候 没有妄想 没有咋念 这就是真心 一面念 一面大妄想 还有咋念进来 这就是 自己要提高 警觉 我自己 对这个法门 有问题 问题从两方面来 一个是自己 业障太重 没这么大的福分 佛给我们介绍 这个法门 说得很清楚 这个法门谁相信 有大智慧的人相信 我们没大智慧 有大福报的人相信 我们没福报 就是弥陀经上说的 多善根 就是大智慧 多福德 就是大福报 善根福德 不是这一身修的 过去深深事 是累积的 听到就相信 就不怀疑 就把自己一切都放下 一切全靠阿弥陀佛 那我能够相信这一点 比诸位强一点 是早年 张家大师教给我的 他老人家教我 完全依靠佛力 自己对自己 什么都别想 把这个身体 奉献给佛菩萨 一切佛菩萨做主 那老人告诉我 你什么心都不要操 你的一身 佛菩萨 替你安排 无论是瞬间 逆境 同时佛菩萨 给你安排好的 对你都有好处 那圣经 消福报 秘境 消业障 业障 业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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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